蘋果將會在今年秋季發布會上發布三款新 iPhone 已經不是什麼秘密,根據爆料顯示,三款新 iPhone 分別,被命名為 iPhone 2018, iPhone X 和 iPhone X Plus, 而其中 iPhone 2018 就是傳聞中的連架版LZ iPhone 起售價是三款新 iPhone 中最低的,那麼這三款手機,到底賣多少錢呢?去年的 iPhone X 作為平貨首款流海平手機,起售價就高達999美金,而國內行貨售價更是去到了8388元起,後來又扫折,讓一般消費者望而卻步, 而今年所謂的連架版 iPhone 有多連架?三款新 iPhone 的起售價是多少? 國外媒體 Apple Design Hub 給出了參考數據, iPhone 2018 起售價 699 美元, 約合人民幣 4785 元, iPhone X 起售價 899 美元, 約合人民幣 6154 元, iPhone X Plus 起售價 999 美元, 約合人民幣 6898 元, 不難發現,這樣的售價,和去年 iPhone 8, iPhone 8 Plus 和 iPhone X 的售價當似一模一樣, 這對於消費者來說,肯定是一大好事,我們用去年買 iPhone 8 的錢, 在今年就能買到戴流海的 iPhone 了。 只不過,這並不是蘋果的施舍,售價下降到如此, 可想而知配置上也會有縮水,至少在 iPhone 2018 這款手機上, 很可能會閹割掉 3D Touch 功能, 另外屏幕材質為 LCD,機身厚度恐怕也會增加, 手機為單射設計,功能上可能也沒有另外兩款那麼出彩。 當然, iPhone 2018 有著其他兩款手機沒有的多彩厚蓋, 這也算是一大特色。 總而言之,如果新一代 iPhone 的售價當真如媒體曝光的這樣, 那麼在中國市場,肯定會再次大受歡迎。 在中國市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